連日下雨造成土石鬆動滑落 10號上午11點半 石門區十八王宮廟山壁 就傳出了土石滑落的災情 山壁的下方正好一隊正在做生意的攤商夫婦被押中 所幸在消防隊第一時間趕往現場搶救 兩名攤商一名自行脫困 另一名被救出之後雙腳輕傷 而區公所也隨即進場搶災 後續也將釐清土地全責做復健工程 連日的大雨讓石門區十八王宮廟山壁 傳出土石滑落的災情 在昨天上午11點半 消防隊接獲通報 十八王宮旁山壁有崩塌情形 其中有兩位攤商被滑落的土石壓中 一位自行脫困 另一位則是大腿被壓住動彈不得 所幸在消防隊第一時間趕往現場搶救 終於救出該名攤商 並且送到淡水馬街醫院來救治 在11點半 11點半那時候 中心指派 然後這邊十八王宮這邊有土石流奔漏 第一時間我們來的時候 總共受傷是有兩位 是戀性夫婦 然後女性的部分 她自行偷困 那男性的部分是有被 就是土石流有壓到消暗身 第一時間我們 軌腰也開始實施破壞 然後把協助這位戀性的男性來偷困 那兩人全部都送完 在神馬街醫院 可以見到土石滑落就位在十八王宮廟旁 攤商區位的正上方 攻他的土石壓垮原本的圍梨以及擋土牆 而攤位就在圍梨的前方 因此災害發生時的當下正在做生意的攤商也被壓個正著 攤商搶救出歷石堆後 區公所也趕緊通報廠商進場搶災 那公所這邊接到通報 就那個消防隊已經先進去把人救出來 那公所接著就有搶災廠商進去 來清除土石 還有清潔隊也一起過來幫忙清除廢棄物 那因為他現在土石還滿鬆軟的 那我們後續還會請祭司來評估 看怎麼來做一些復健的工程 避免災害進一步的擴大 那目前初步的話 因為還沒有辦法進場 我們現在先用紐澤系護欄 還有警示帶等等 先做一些臨時的封鎖警戒措施 那避免民眾靠近這個危險的區域 那後續公所這邊會趕快跟祭司 一起來研究看怎麼來處理這個問題 還有清潔隊也隨即就進場處理 現場的歷石土堆以及垃圾清掃 目前則是已經擺放紐澤西護欄以及封鎖線 避免民眾進入貪方的危險區域 而區公所也將盡快釐清 該比土地的所有權責單位 並且請祭司前來評估山坡土石的狀況 要為這片滑落的山壁做附減措施 以及相對應的水保工作 記者烙品牌時門採訪報導